你好 欢迎收看3月2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一年一次的全国青年杯射箭锦标赛就在玉里镇永昌分校举行 每年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选手参加 比赛从3月2号开始一直到3月17号 分为大专公开组 高中复合公组 还有国中组 国小组 现场学中尉特别到现场为选手们就要打起 一年一次的全国青年杯射箭锦标赛就在玉里镇永昌分校举行 每一年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来参加 比赛从3月2号开始到3月17号 分为大专公开组 高中复合公组 国中组 国小组 县长学中尉也特地来比赛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起 虽然有点起风 但是大家平常的训练都非常的到位 我也要谢谢这一次的亚运代表团的总教练 林郑贤 林总教练也带领了这一次的冬奥的代表队 来这个我们的会场也来这个来比赛 和大家全国的这个好手在玉里来竞技 射箭协会秘书长表示 这一场全国射箭锦标赛是今年2021年的第一场赛事 吸引了超过百位的选手来参赛 玉里的环境是非常适合举办射箭比赛 目前也已经连续办理第五年 今年是我们第一场的一个全国大赛 就在我们的玉里这个地方主办 那我们已经来了五年了 所以大家也应该都很熟悉这个场地 这个作向跟这个生活的一个地区 那我们玉里这个地方是一个好的一个训练场地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场地 我们全国大赛里面 我们的国中组需要安排到66个把位 也大概只有我们玉里这个地方能够容纳的下 徐正伟表示 花年线每年都会举办全国射箭锦标赛等赛事 让基层选手能够同时与国内一流的国际选手同场竞技 更积极持续深耕射箭运动 期盼能够培养出更多国首级的优秀选手 为国家争光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